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叫 练通修炼秘法 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听说过有一些人 觉得好像练不练无所谓 这个神通不要追求 反正是五眼六通 只有漏进通是最根本的 我们这辈子也没机会成佛 如其这样我们就 五眼六通干脆不练了 算了 因为漏进通我们学不成 无眼的前面几个眼学了 又不能够成佛 所以干脆就不要练了 但是实际上 我们如果不把天眼打开 你这一生等于是在瞎忙活 就是你白忙活 无论你修了几十年 四十年还是五十年 那么你只要没有去下这个功夫 把这个打开的话 可以说你就在白忙活 因为它是修行次第中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次第 它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么今天我们大概利用七个步骤 七个步骤来对大家一个交流 一个是什么是天眼 你们理解的天眼 是不是真正的佛讲的天眼 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修行路上 要完成的那个天眼通 跟自己的理解找找差距 通常我见到了很多人问他 说什么是天眼 天眼就是看鬼的眼 能看见鬼 看见那些普通人看不见的东西 那个就叫天眼 这个已经就把佛的五眼六通就给浅化了 再会给大家演示一下什么是五眼六通 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它叫天眼通 为什么它叫天眼通 它不叫别的 然后这跟我们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智慧有关系 第三个就是天眼通 为什么重要 为什么重要 因为你们知道观音菩萨有一本心经 心经里面讲到观自在菩萨行身般若 佛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 那个照照是用什么照的 而你如果没有这个天眼 你说你在照见五蕴皆空 你就是在骗人 那么如果你不开天眼 你不去照 你在打坐就是空蕾 就是王空 无论你进入了什么门 你如果不用这个眼去照 那就是王空 那就是王空 就等于是修了一辈子下空闹 第四个就是怎样修炼天眼通 有的人说老师直接告诉我这个 这个我们在传统上又叫道法术 为什么我讲课跟人家讲的不一样 包括上次我讲风水课也是这样 有的人同学反应说你教的实战的东西 术类的太少了 前面的道法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自古到今呢 你不通达道 你只用术 就会出问题 所以很多人追求法术 追求神通 停留在这个层次 它就出问题 那但是我的老师要求理通法随 就是我们这个门派修炼 首先要让你明白道理在哪里 道理明白了你不糊涂 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全世界 不惯东西放任何门派 基本上就是两条路子最后修出来的 一条路子就是先做功夫 什么东西理发 学 学问 不要去搞 先做功夫 比方说禅宗 禅宗 中国的禅宗 上去就交给你先做功夫 那么做功夫的目的是干什么 这一条修行的路子呢 叫由明而成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先做功夫 明是什么 明就是明白 你这个理解的明白 叫哲学上的什么 明 是哲学上的哲理上的明 不是功夫的明 明是什么 什么东西啊 就是你们今天要学的 你们要把自己的大脑 里面的那个松果体给把它亮起来 然后由他才能明 所以中国人的聪明是指的脑袋 所以这个人聪明不聪明 他要聪明是脑袋聪明 不是心眼聪明 对不对 所以是要明 明功夫的明 不是哲理上的明白说 我懂了 不是 是真正的由暗到明 就是由你脑袋 闭着眼一片西黑 到闭着眼一片光明 这个才叫明 说禅宗的禅作 今天我就在第七讲 第七讲的实证方面 你把禅宗的熟洗 熟洗 真正的禅作前面的调息方法 它虽然不叫熟洗 然后在天台止观里面才叫熟洗法 但是实际禅宗上去 必须要做的一个功夫 就是调呼吸 调呼吸 万法不离其宗 那么只有调呼吸 调到一个程度 你这个地方的月轮出来以后 你才能彻底的明 真正的脑袋里一片明 用这个明 明中 你真正达到明了以后 你就明心什么 见性 所以是你不明心 你想见性是假的 你要想通过说 哲理上 思辨上 逻辑上 我的明心见性全通通是假的 你说我从这个佛心上 我理解了 理解了 是这个明心见性 那是假的 那个还不算熟 要叫功夫 叫正量 正量的功夫 所以是 这个明而成 你真正明心了 见性了 你这辈子不会不修炼了